尹童男24岁山东人 山东师范大学金融专业 各位老师好 厂商的各位企业家们大家好 我叫尹童 今年24岁来自山东 我本科毕业于 山东师范大学金融学专业 在毕业后 我曾经在培训教育 培训机构工作过两年 目前是在工作中 我是一个热爱学习 谦虚谨慎 严谨细致 并且勇于迎接 各种困难与挑战的人 今天来到菲尼莫署的舞台 出于对专业和个人规划的考虑 我想寻求一份与金融相关的 类似于分析师助理 或者是投资经理助理 这样的一份实习岗位 谢谢 你刚才说的是找实习工作 是的 实习岗位 你不已经毕业了吗 因为我了解到一些金融机构 对于正式工作的话 它是有一些硬性的条件 但是我目前还达不到 就比如说是硕士研究生 这样毕业 你是想去黑洞的吧 是的 但杨荣这个人招聘 他有颜值的需要 你在新东方做过老师 不考虑继续做老师吗 是因为我个人对于专业 以及个人规划的 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我还是想 多了解一下金融行业和专业 你在新东方做什么老师 我在是教高中科目 高中数学 高中数学 你月薪多少 大约是六千左右 其实你在新东方做老师的时候 是还没毕业的时候 已经毕业了 已经毕业了 你哪一年毕业的 我是2015年 你2015年毕业 是的 大学毕业 对对大学毕业 你才24岁 是的 五年前你才多大 19岁你大学毕业 你是神童的 是这样的 我是在小学 四年级和六年级没有上 我想问 一般跳级的 都是学习非常好 上科大少年班 或者上清华 为什么你只去了 就是一个师范学校 因为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十一实力并没有那么强 只是普通的这样一个成绩 所以就是 也算是正常发挥 就是在当时高考的时候 也就是 大约是 也就过了一本线 二十分左右吧 对我才跳一级 他跳两级比我还牛 浩阳你不要嫉妒 人家跳两级就挑刺 我不是挑刺 师范院校有什么不好 我也师范院校毕业的 你这么看不起师范院校的吗 生娃 你就不是以学习建厂 你是以颜值建厂 如果第一 你能跳级 那应该你是学霸 你说你又不是学霸 那你上了一个一般的学校 你想做金融行业 我告诉你 如果一般的学校 在金融业 不可能活下去的 那你为什么 跳两级 你不再复读一年两年 考一个好学校呢 像余敏红 马云都是复读了两三年 最后余敏红上了北大 对吧 如果你说你是清华北大 对吧 你来做金融行业 我觉得这个是靠谱 你若是师范学院 做金融行业 像杨龙这样的奇葩 是极少的 其实在当时高考完之后 很多东西都不懂 就是再加上 家里人对 当时对于一个 比较好的 本科学校这一块 重要性也不太清楚 现在来看 确实是 不是最佳的选择 你知道金融分析 它是一个非常 关键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对吧 它的分析的对和错 决定的可能是 几千万 甚至是几亿资金的 对和错 所以这个行业 一般是只要顶尖者 你能理解吗 所以我建议 其实你选择老师 或者是其他的领域 未必一定要坚持 你现在的这个想法 是这样的 我认为 虽然一个好的学校 对于顶尖的岗位 是必须的 但是我认为 其实学校 可能不是那么出色的话 也不是说 所以一个基础的岗位 对对 完全不是说 就完全不能从事 金融行业 你要求薪资多少 三千元 你想说什么 他对一个投资公司的 月薪期待只有三千 是羞辱这个公司呢 还是羞辱他自己呢 对 但尹童这个问题就来了 我一直想问你 你已经毕业五年了 你怎么实习呢 他有可能写的 不是实习 比如说是见习的 分析师助理 本来人家想放低姿态 人家觉得到这个行业 我没硕士 我干不了这事 我放低姿态实习 结果呢 你看闹成这样 我问一下杨荣 你们公司最低的工资多少 分析师的话 基本上都会在8K以上 所以到底啥意思 到底你调不调心 现在是第一的你要提心 你必须涨到8千 才觉得靠谱 知道吗 你提不提 好 可以那就提到 就是各位老师认为 8千 可以 就是各位老师认为的 那咱们这是定时 必须的一个薪酬 行行行 来我们来听一下 两位人力资源专家 对你的帮助 我说两句话 两工资没涨停满的 小颖 小颖啊 其实我先跟企业家说一句话 如果一个员工到公司来 薪资降了一半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就是他曾经拿过一个高 相对的工资 突然降了一半 很多人是不能坚持的 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发现哇 我以前能挣一万 现在挣五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才亚运老师也在跟我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坑 你太随意 就 六千到三千 然后大家觉得可能有点低 然后你就行吧 定到企业家们认为的八千 我请问逻辑在那 你心目当中原本来之前 真实的 自己内心的预期是多少钱 就是三千 那突然之间提到八千 就是因为他们说的吗 就是包括您和各位 我没有 是他们说的 所以我问你急不急 那就不提了